大家好,欢迎来到交易新手Market Newbie 您正在收看的短视频有可能会改变您将来的投资 您将极有可能在收看完这个视频后开始投资北美的故事 这个视频只有五分钟,但确实有可能改变您一生的五分钟 我们将告诉您怎样可以获得十倍于银行或者一些投资机构可能给您带来的投资回报 您将发现它并不是什么很神奇的方法 它一直在您的生活中,只是您没有留意到 好了,事不宜迟,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好的,让我们用实际例子说话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 简单点说,标普500指数可以用来衡量美国股市的表现 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它甚至可以衡量美国的经济 它是结合美国500家重要的公司股价加权平均得到的一个指数 这些公司来自各个行业 其中包括零售、科技、石油、公共事业、金融、制药等等等等 因此,如果这些公司的集体业绩下降 标普500指数价格也会下跌 反之,亦然,但是如果说只是这500个公司其中的一个 比方说Johnson & Johnson,它的季度表现不佳 这并不会拓垮整个指数 因此,如果您看好这个指数,并且希望跟踪上这个指数的涨幅 您只要购买标普500指数的ETF,也就是指数基金就可以了 过程非常简单,您只要打开交易账户 寻找到带有SPY这样的指数基金,然后购买它就可以了 整个购买的时间,可能只要几分钟 然后,您就正式踏上了追踪标普500涨幅的旅程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去年以来标普500指数的表现 它在2017年8月1日价格为2442美元 一年后的2018年8月1日,它上涨至2827美元 过去12个月以来,总共利润为16%,也就是年回报率16% 您在银行的储蓄账户能有多少的回报? 1%?2%?您的互惠基金又有多少的回报? 3%?4%? 也许您会疑问,这只是去年的回报 这可能是因为共和党的减税政策 也可能是因为美国股市去年是个大牛市? 那好,让我们把时间推到5年以前 2013年8月1日,标普500的价格是1632美元 这意味着,如果您在5年前购买 那么将在5年后获得73%的回报 年回报率为15% 这与去年的16%很接近吧 这跟到底谁执政,也没什么关联 嗯,您依然认为这是巧合? 那好,让我们回到10年以前 然后比较一个更加长期的回报 在2008年8月1日时 标普500价格为1166美元 别忘了,10年前正是全球金融危机之时 08年8月初还是当时价格比较高的位置 即便是这样,10年下来 标普500依然创下了142%的回报 每年收益率为14% 好吧,您可能依然会说 我们要把金融危机都算在其中来看 实际上,在过去20年美国股市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 并且这两次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暴跌 让我们把它们都算在其中 第一次是21世纪初发生的网络泡沫 第二次是07-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 因此,我们将把时间推回到25年前 并将这两个危机包括在内 看看结果会是怎样的 1993年8月时标普500的价格仅仅为451美元 25年的回报率高达5倍多 年回报率达到了21%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 美国的经济基础来源于这些大型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即使是市场崩溃,也没能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 并且他们是如此之大 政府无论如何都要救他们 那么现在,您有两个选择 第一,继续对这样又人又安全的获利机会视作不见 或者第二,赶紧把握这样的机会 让自己的财富更上一个台阶 如果您的答案是第二个 欢迎您来到我们交易新手Market Newbie 我们将告诉您如何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 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Market Newbie并享受所有的免费更新 您可以在下面的三个链接中找到我们并享受我们的服务 感谢您观看我们的视频 期待与您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